HELLO 大家好,我是楊淑萱,來自馬來西亞 我從小就很喜歡音樂跟武術 然後我也曾經是代表之龍波隊的武術運動員 但是我因為選擇了完成學業 所以並沒有往武術這一塊發展 但是我不會覺得後悔 因為我還有我最愛的音樂陪著我 就因為我每次都很喜歡哼哼唱唱 所以我大學同學就受不了我 然後他們就幫我報名參加校內的歌唱比賽 然後我就只好硬著頭皮去唱 還蠻恐怖的 因為台上很多人 但是就是當大家跟我一起哼哼唱唱 然後跟我一起嗨的時候 我就感覺非常爽 後來我知道星光回來了 我就立刻飛過來參加 我不想錯過這次機會 所以星光回來了 Fighting 我給我一個味道 我給我一個味道 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臉上 留個愛倒極 給我一個吻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心上 讓我想念你 總人等著你眼睛 你不答應 我也要想你請求 絕不配心 總人逼著你嘴唇 你沒回應 我也要想你恬 就 絕不傷心 給我一個吻 給我一個吻 都可以不可以 緋文也沒關係 我一樣心安靜 給我一個吻 敷衍也可以 緋文表示甜蜜 我一樣 感謝你 緋文表示甜蜜 我一樣 感謝你 哦 可爱哦 杨淑萱你好 你好 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大家好 女士老师好 我是杨淑萱 我来自马来西亚 欢迎你 那如果我们刚刚那个 没有人按星星的话 请问在里面你也会跳舞吗 会啊 我已经 就是一开始我给我自己的 就是那个心理建设就是想说 我自己在里面嗨 自己在里面嗨 谢谢 我觉得她的韵味也很有自己的味道 然后俏皮可爱 然后这个因为刚刚一讲到张璐的大名 就是杜德伟的妈妈 然后苏永康老师就说安体的歌 你觉得她唱的跟安体 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啊 年代不同 第二是 这四个礼拜以来 她是第一个让我感觉到她不是参赛者 她是个表演者 她是个表演者 因为你的舞蹈我看不懂 一定很厉害 因为我不会跳舞 但我看到你的就是舞台魅力 非常非常非常 就是很有魅力 但是唱歌这块可能就是当你在 可能在跳舞啊什么什么的 就是会有一点点 就是还是蛮多瑕疵的 比如说有时候会敢拍或什么 飞吻表示甜蜜 我一样感谢你 因为她这个拍子有点 其实有点 有点小小微微的shuffle的感觉 那我觉得应该你的字跟字中间 应该要有那个shuffle的groove在里面 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吗 就是一般的比如说 就是 会有这种 这种感觉 对 不可以 yes 能在我的脸上 对 就会有一点lap 对 以鼓舞的层面来讲的话 就是比较在老师的那种right 或者是high hat上面 要特别注意的 好 好 我会 我们加油 我会努力 对 但是我觉得也不用太 太极端就是 下次听你出来 然后你就歌唱很好 可是却 对 没有魅力的或是 对对对 苏萱我跟你说 千万不要被小月老师给控制了 你要记得一件事 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要特色 特色 可是很难得 你刚才我们都没有看到你的时候 你在唱 就已经让我们听到快乐 你给我一个味 都可以不可以 我觉得这是现在大家非常需要的 连声音都可以让我们快乐 然后见到你的之后 我们真的就觉得很开心 有更快乐吗 有 所以呢 接下来反正你还会常常遇到小月老师 所以呢你只有一个任务 因为到时候你在台上的时候 你又要开始计技巧的时候 你就会忘掉所有你的快乐 所以你要用你的快乐来征服它 好 OK 它的灯一定会亮的 总有一天 有一天 谢谢 恭喜杨琪璇 恭喜你加油 好紧张我刚刚 我看到她在台上发那么快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她难得 从马来西亚跑那么远 很勇敢很坚强 好紧张啊 然后就想说 算了就听着音乐吧 脑子你想到什么歌词就唱什么 好 我会加油 谢谢 加油加油 拜拜 拜拜